自从流浪猫的孩子长大后就越来越没猫德了 不仅不给亲亲抱抱甚至还开始凶我了 所以我今天要用调教小兔头的方法给他们上一节猫德课 首先是吃德 只要我经常喂他们吃东西 他们就会把我当成爸爸一样连着我 建立过来 请你吃猫条啦 好不好吃呀 好吃 吃饱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然后是睡德 只要我陪他们睡觉睡出安全感 以后他们就会贴着我睡觉了 来 金银花 今晚我们一起睡哦 你这次在干嘛 我去 你怎么在我床上尿了呀 最后是亲德 只要我从小跟他们亲亲 他们以后也会变得亲近我 于是我就跟咬金亲了一个往上 来 我们继续亲亲好不好 算了 你们还是去流浪吧 我还真是头一次用这种可以吸毛的理毛器耶 它搭配了五个功能头 哎 你看这个真书头 边书边吸 哨音还很小 一按一推 毛就进去了 还有这个电推键 可以给猫咪吸尾巴毛 或者剃油尾巴的毛 还配了五个长度不同的定位书 可以选择留多长的毛 这个打包牌书就很适合奥斯卡 这种经常打结还掉毛的长毛猫用 还有两个像吸尘器功能的清洁系 可以清理沙发暴整的毛发 角落的缝隙死角灰尘 都可以完美吸到 真的很实用 而且这个吸尘杯的容量还挺大 足足有两升 这满满的一桶猫猫 就留给五猫猫冬天做衣服用吧 我真是爽气